大家好,我是孫雲,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展題是中美火拼 講講港股情況,今天港股早段都沒有特別情況 可以這樣說,低開之後曾經升過下 其後又跌回頭,升下跌下,百多點上落 不是太明顯的方向 不過到下午,下半場之後 中段就開始跌幅,開始轉急 最後全日跌577點 收250057點,成交1556億 今次早段不升不跌,主要有ATMX回套 但是三桶油向好,頂住 所以跌幅不是太大,升下跌下 但五後,特別是下半場 中後段跌得急,和全線下跌 除了三桶油之外,基本上都跌 拖的市場跌577點 好了,講整個市形勢 今天市場,剛才所說的 昨天升577點,今天跌577點 剛剛好,跌了 原因是什麼呢 就和點提過四個市場有關 中美火拼 下午,下半場,中後段突然傳出 美國要求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 在3日,即72小時之內,關閉 這個消息一出,大家立即害怕 因為這個行動極罕見 而中方立即出來嚴厲批評 說這是瘋狂的行動 又說這些行動是罕見的 從未見過的 就說港明會反制 聽完之後,大家擔心中美關係 就會再暴惡化 中美火拼,又火拼再來 搞到美股的期貨下跌之餘 人民幣又回軟,一度穿了7的水平 港股又下跌,整個形勢非常危急 跌了577點,全部跌回 究竟整個形勢是怎樣呢 看起來都頭赤 因為消息出現之後 中方除了猛烈批評之外 更有消息傳出,就會很快有反制行動 包括什麼呢 就是要求美國關閉在武漢總領事館 當然現在還是消息階段 暫時在起碼做節目這一刻 就未正式得到官方的證實 但顯示 大家都相信中方很快會反制 而且從另一個角度說 特別從特朗普的角度來說 整個形勢可能會令大家更加優秀 記得四月一節目提過 大摩估計說 八月之前,美股比較頭赤 原因其中之一 就是通常 1996年以來 這麼多屆美國總統大選 之前的三個月之間 八月至十一月之間 通常美股沒有什麼運行 今天見完這宗消息之後 可能大家更加會想到 大摩這個預測 因為今次以整個形勢去看 很有可能跟特朗普選舉前 最後的操作或最後的瘋狂有關係 因為一路以來 美國受到兩方面的衝擊 一方面的疫情 疫情至今仍然沒有明顯受控 最新已經達到四百萬 死的死十四萬 即是確証四百萬 超過死的死十幾萬 而今個月以來 已經九次破了單日的新高 破九次的一個月 認真恐怖 而最新的數字都達到六萬五 仍然高水平 疫情已經頭赤 加上國內自從切法朗煙德 黑人被壓死之後 一路示威不斷 令特朗普非常頭痕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對他的選 即是競選總統連任 非常不利 一路都是拜登領先自去 有時十多 有時十 就算少極 都有七八個巴仙的領先幅度 所以特朗普非常心急 而最近今天說的這件事 很有可能和他在選舉前 最後拼命有關 一方面你看到 為何突然間他會要求中國 關閉休斯頓總領事館 很有可能和另一則新聞有關 因為CNN沒有多久 就跟這件事件差不多時間 有篇報道出來 特朗普對中國表面強硬 其實在這幾個月以來 特朗普的家族 就跟中國買很多貨 買了八噸 八噸的架子這麼多 這個說法就顯示一方面 剛才說了 表面強硬 實質跟中國是友好的 第二個 就說這個說法 跟他一路要求美國優先 叫人買美國貨 不要買中國貨的主張 是不負的 這個報道出了沒多久 就傳出來的消息就是剛才說的 就要求中國就關閉了 顯示特朗普的態度 對中國很強硬 可能回應這報道 其實我真的強硬 我現在要求他關閉了 以往就從未發生過 要求他強硬 顯示特朗普對中國強硬 而且他強硬不止對中國強硬 對內也很強硬 因為近來香港的傳媒比較少報道 但是在美國方面報道特別多 就是最近特朗普派遣聯邦執法人員 走入波特蘭捉示威者 就說波特蘭方面地方政府 執法不力令示威持續 影響到聯邦政府的財物 包括建築物那些雕像影響到 所以找聯邦人員去執法 而且鏡頭拍到聯邦人員 猛烈用棍子不斷打示威者 一方面 就捉了一個示威者 在一輛車內 車的車子 沒有任何標誌 不知道什麼事 捉了進去 事件一曝光之後 美國方面有六個主要市長 聯名發信給特朗普 就說這個行動是違反憲法的 要求他派出聯邦人員 或者市政府的民主黨人 擔任邵政府的領導 或者州政府領導的事 或者州裏面 是執法的 其中一個會派兵 就是派兵 聯邦人員 不止是兵 聯邦人員 就在芝加哥裏面執法 哇 態度強硬 好明顯 就對準 民主黨人士來儲 顯然 整件事 就跟特朗普 在選舉前的操作有關 一方面 就對華強硬 就告訴美國人民 我很厲害 另一方面 對國內不同市的示威者 都是強硬 就擺出褲 是唯有我才可以令到美國 重新恢復秩序 對那些自由派的人 或者無政府的人 是我才可以搞定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接下來一段時間 很明顯 美國無論是國內 對國外 都會出現很強硬的特朗普 對這個 對這個 整個氣氛 是很高的 其中特別是 對中國方面的強硬態度 是對港股不利的 情況之下 港股已經是頭痕 所以大家 現在提防了 昨天聲音好 今天跌回港股 可能再次進入 一個調整整固 向下考驗的低位模式 其中 以下幾點大家留意 如果出現不太好的狀況 可能進一步向下走的機會大 首先看回外圍 Tesla 今天電動車 今天會出業績 今晚美國時間 會出業績 在收市後出 究竟業績怎樣 大家都經常說 現在 之前科技股升很厲害 業績 是否決定科技股 走向哪個重要關鍵 而事前 大家對Tesla 這個業績 都不敢看得太好 當然都不敢看得太壞 所以很多人買了 所謂馬安息期權的策略 之時 買波幅 要是大升 要是大跌 所以 看看Tesla 究竟大升還是大跌 這個影響過 當地科技股 以至港股 至於納指 昨天 升穿高位之後 倒跌收市 出現淡有反攻的狀況 偏淡 所以留意著 會進一步走低 至於港股方面 要留意什麼 留意兩隻股 和一個恒生指數 兩隻股 就是騰訊 第一股 今天市會遠 ATMX 另外兩隻X T 騰訊 以至阿里巴巴 更叫好 另外兩隻 美團 以至小米 已經補回了 之前的上升裂口 騰訊 阿里巴巴 還未補回 所以大家去看 這兩隻股的裂口 會不會補回 騰訊 看到 上升裂口 底部是 2527.5 這就是騰訊 527.5 會補回 大家要留意著 至於阿里巴巴 就是241.8 就是上升裂口底部 這兩隻股份 在ATMX來說 算是強的 未補回 所以大家留意著 會補回裂口 要補回 頭呎 至於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 今天走勢 正如我昨日的節目看 200天線走勢很關鍵 能否能夠穿 確認昨日的勢 能否繼續向上 結果今天 迫近 就掉頭一點 跌回 200天線 穿不到之後 掉頭穿回 20天線 走勢是弱的 所以接下來 大家要留意著 第一個位置就是 之前的低位 就是24766 會不會穿 如果穿了 起碼要見一見 五十天線 所以留意著 24766 和五十天線之間 組成的支持區 這個五十天線 今天就是 24535 留意著 大概246至24766 就是接下來的恆生指數 一個重要的關鍵位 如果穿了 很有可能 就會繼續向下沉底 說到這裏 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